OK 大家好 我是道次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器材是 Sony 最近推出的 ZV-1 那 ZV-1 這台機身 它算是 ZV-1 這個系列算是最新的一台機身 然後它也是第一台全面部的機身 主打的對象 一個很明顯的 它主打的對象就是 4V-Log 跟一些比較輕度的錄影使用者 那我覺得在 ZV-1 這個家族系列發展到現在 目前已經有好幾台了 從一吋感光元件的到後來出了 ZV-10 APS 的機種 那現在出的 ZV-1 就是全片幅的機種 那我們藉由這一次的機會呢 簡單總結一下 對於 ZV-1 這個系列 推薦給什麼樣的使用者 跟我自己對這個系列有什麼樣的看法 以及到底值不值得購買這台相機 這一趟我們去京都拍攝的時候 我們就帶了 ZV-1 特別跟 Sony 裡面借的 ZV-1 那今天的影片呢 很明顯的因為我們並不算是正式跟 Sony 合作的影片 所以我會講的比較直接一點點 那關於 ZV-1 這台相機呢 我自己在使用上面的心得大概怎麼樣 其實啊 因為我自己有購買 ZV-10 那我自己對於 ZV-10 這台相機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它的影像畫質呢 跟不上我們需要使用到的程度 我自己覺得在直播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可能頻道裡的正義對於畫質比較要求 那他會覺得我自己在使用 ZV-10 拍的影片 可能沒有辦法跟上 他希望在頻道上面呈現出來的效果 那所以這次 ZV-1 出的時候呢 我自己還蠻期待的 那當然很可惜的是 我們剛好沒有在第一時間去做評測 不過呢 這次到京都拍攝的時候啊 就花一點時間稍微把玩了一下 那首先我必須要講 就以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所謂一般使用者就是像我這種 我們可能平常有在拍照 但是呢 對於錄影並沒有那麼的在行 我必須說 錄影跟攝影啊 我覺得是兩個蠻大的分野 就是你對於拍照可能有點心得 但並不代表你轉成錄影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上手 即便是我們頻道做到現在也已經做了一段時間了 為什麼我會喜歡像 ZV-10那樣子的相機呢 是因為他在操作上其實非常的單純 那我不需要去思考太多東西 就像今天很多錄影規格 很多細節的東西 雖然說我可能比一般 完全沒有接觸這個領域的人來的了解 但要跟比如說像陣營 或者是像真正在座這些影視有關的人來說 我其實姿勢上也是比較匱乏的 所以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使用者 在操作ZV-1 這種機子的話 我覺得相對來說會輕鬆很多 首先第一個 Sony之前的機身啊 一直以來放手震就是一個弱像 讓我們都知道 在前幾代的機身開始推出了積極防手震之後 大幅度的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他是需要裁切掉一部分畫面 但是呢 對於我們這種不喜歡使用穩定器 然後尤其是喜歡隨身 就拿起相機來就錄一點小短片的人來說 我覺得能夠直接使用裁切方式 也比起要拿的穩定器來的好很多 那這一次在ZV-1上面 他有更強的防手震的功能 那即便是我在原地轉圈 即便是我追著浴寒跟正義炮 他都還是能夠保持畫面穩定 當然他還是有強烈的缺點 他的強烈缺點就是他的確 踩掉非常大幅度的畫面 幾乎踩掉了 不知道快要二分之一的感覺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畫面整個就是 極度往中間入印 這時候如果你用一個很廣的廣角鏡 譬如說如果你用1635之類的 這種超級的廣角鏡 也許還可以拿來使用 但如果你用一個標準鏡頭 譬如說2470 或者甚至在更高點的焦段 那他可能會輸印的有點太過了 再來就是他的收音 雖然說我們這一趟為了追求收音的品質 但我們還是使用外接的麥克風 但他本身的收音效果也是比起前幾代 我看了很多評測我覺得都提升了不少 但因為這部分呢 我們並沒有實際上去測試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就不再分享太多 那另外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他可以直接套入LOT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我其實常會講說 對於我們這種使用者來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畫面最終的結果 你看那些PP檔 你看那些LOG檔 其實我們很難去判斷 到底這個影像最終出來 會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對於調色並沒有那麼擅長 其實能夠直接導入LOT檔去看到你結果 就跟我們現在的在用相機拍照的時候 會套入風格外觀一樣 你可以直接知道這個照片調完色之後 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他對於我們這種 比較不那麼擅長錄影的人來說 他是一個很好提升你自信的方式 再來就是機身他本身的 我覺得有幾個很不錯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他電池是使用了跟A74 或者你要說A73 A73 F33都可以 就是現在Sony最常使用的 就是NP100的那顆電池 那個電池本身續航力 我相信不用多介紹大家都知道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的通用性 就像因為我現在還有在使用ZV-10 那ZV-10是搭配跟APS那套系統 就是比較小顆的那個電池 那我自己因為我只有一台ZV-10 那我其他的都是使用NP100那顆電池 所以變成說我必須為了那一台機身 再多準備一系列的電池 但如果今天電池全部都是同一顆的 我覺得很棒一點就是 你全部都是可以通用的 那其他的東西呢 注入紙也包含他有那個電動變焦那個波桿 那個波桿呢再搭配一些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一些電動鏡頭 其實在我覺得在入門的操作上 在運鏡上啊會方便許多 我們都知道那可以調整速度 那我今天要做一點簡單的 往前推往後拉 zo inzo out的畫面的時候呢 會變得比起你用手去轉變焦環來的簡單許多 所以整體而言呢 我認為啊在入門的角度上來說 我認為這一台是一台非常值得推薦的機身 那關於專業一點的部分的話呢 就可以看一下正義怎麼講 我覺得畫質上其實因為我們這一次去日本嘛 其實我們主要用了這一台相機 就是ZV-E1以及我們用了FX3 回來再看素材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兩台的畫質 其實本質上看不出太大的區別 因為他們其實都來自同一塊CMOS 基本上你可以說 它其實兩台功能跟畫質是一模一樣的機子 我覺得它跟S3跟FX3兩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其實跟它的定位一樣 因為它被定位在ZV系列 所以ZV系列它其實 Soyin當初在設計它的初衷 就是給Vlogger的人去用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實是比較偏向Vlogger的 包含說它剛才的外觀上面有包含了幾個 例如說一鍵景深啊或者是它有內鍵磨皮啊 之類型的功能 其實它在S3跟FX3上面都沒有的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讓使用者 在你沒有了解那麼多需求 或是沒有需要那麼多反覆的調整細節上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輕鬆的去操控這台機子 你覺得沒有搖桿對於這台機子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嗎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其實平時用搖桿蠻多 因為我會把對焦框選在 就是一個特定的範圍 就是區域型的對焦 所以它可以選擇 例如說中上半部中間或是右邊右上這樣子 因為人會移動的情況下 所以你選擇一個框型的區域對焦 而不是選擇全部的話 我覺得準效率會更高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人快速的移動 或是你今天想要嘗試一個不同構圖 你今天有一個人家進來 或是你想要對焦在其中某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去改變你對焦框的那個位置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搖桿我覺得就會差很多 那其實實際上來說 沒有搖桿的情況下 你能不能使用 其實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只要按一下中間的圓形 然後你一樣可以透過方向鍵的方式 去改變你的對焦框 那既然ZV-E1這麼強 那它跟S3跟FX3最大的差異點在哪裡 我覺得使用體驗上最大的差異點 反而是在過熱上面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在拍攝上面 不算是特別高強度的拍攝 包含說就是去日本京都的情況下 它其實當地的氣溫也差不多十幾二十度 不算特別熱也沒有特別冷 算是一個比較適中的溫度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幾位用ZV-E1拍的時候 都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說 它握起來握把跟包含它整個機身摸起來都是燙的 尤其是在接口以及它背面的部分 但是它燙歸燙 它也沒有說在我們使用的過程中過熱關機 包含了我們最後一天有錄製了一段長達 將近一個小時的影片 那它也是沒有過熱關機的 所以我覺得在過熱上面這一點 其實對於我而言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有一點是既是它的優點 也是我覺得有一點小小缺點的地方就是它的對焦 因為我們都知道它其實搭載了跟A7R5一樣的 包含了你除了人眼面部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辨識人的軀幹後腦勺 表面上聽起來你覺得這個對焦很強對吧 但其實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會讓我覺得它有一點不太確定 就有點像是它辨識出了這是人臉 或是辨識出了這是人的背部軀幹 然後它框框也跑出來了 但它就會有一點猶豫要不要去對上的感覺 但我猜這可能是可能軟體升級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因為它畢竟已經辨識到了 那只是可能對焦沒有跟上或什麼之類的 我個人認為旅行的情況下其實就以我目前現在使用下來 我會覺得ZV-E1會比S3跟FX3來得更適合 是因為它的重量跟體積的縮減我覺得遠大於可能有一些細小的不足 例如說操控上比較麻煩一點 它撥了沒有那麼多沒有腰幹 然後對焦上可能不是那麼確定 但是這兩點都不足以去撼動 我覺得它體積跟重量更輕巧更方便的這些重要性 談到ZV-E1我覺得這個價格的區間帶大家很明顯會去跟FX30去做比較 那對於我而言我覺得這兩台機子有一些很明顯的差異 例如說就以它的CMOS來講好了 一個是搭載了APS的CMOS 然後另外一個ZV-E1它是搭載了全畫幅的CMOS 再者就會提到它的操作性的手感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比較真正想要接案的人的話 我其實會相對來說比較建議你買FX30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它絕對不會過熱 雖然說我們在使用ZV-E1的時候也沒有發生過熱的情況 但是網路上其實有很多人評測 假如說你今天拍攝4K 50 60 或者是說如果你今天到一個更炎熱的地方 那ZV-E1會不會過熱這個就是一個未知數 那當你今天在工作的時候其實有一個這樣的未知數存在是非常可怕的 那在ZV-E1上面我可能更推薦你今天要做一個影片創作者 你要拍Vlog的時候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因為它的體積非常小巧然後畫質非常的強 然後再加上其實這次我們有很多都沒有嘗試到的新的AI的功能 那AI的功能它其實主要的初衷都是可以讓個人影片創作者 在創作影片上面更加的便利 再來就必須得提到這一次它在機身上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 當初FX3在推出的時候也有包含了這個錄影燈 這個錄影燈我覺得非常非常實用是 它可以讓你當下馬上確定說你有沒有在錄製 因為像現在有一台FX3放在我前面錄製 透過它上面錄影燈可以看到它確實有在工作的 那ZV-E1同時也具有這樣子的功能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你今天在拍攝Vlog 你在自拍或是你今天在拍別人的時候 也可以讓人家知道說你現在到底是有沒有拍攝 好我們就做個綜合的結論 我覺得這台ZV-E1 我們自己使用下來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首先第一個CP值很高 再來它的畫質跟FX3跟A7S3差不多 再來第三個就是它把所有的設置都輕便小小化 很適合一個人帶出去Vlog使用 它的確不會對於它現在專門針對Vlog做特化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優勢為前提 這一台應該算是一台值得購買的相機 如果你剛好的需求就是for這個方面的話 正宜給我們一個綜合評分 這一台你10分的話你會給他打幾分 我給他8分 超高 那如果是我的話你推薦我買一台嗎 我覺得你可以買10台 太多了吧 好啦我們是我的OK 那我是到此剛剛那位正宜 然後呢在後面 晃晃晃接著繼續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